黃色笑話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每天有個獵人喔 他就去打獵這樣子 然後他就看到一隻野鹿 他就射他 野鹿就懷孕了 很煩欸 很煩欸 黃色笑話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跟你講一個笑話 之前啊 唐朝這個女王啊 武哲天 就是初詩這樣子 官員都是會做那個 叫什麼叫嘛 喔叫 然後呢 突然就有一個男生啊 他有冤情 然後他就遇到了武哲天 他就是把他門家 就說 索蘭教 索蘭教 哈哈哈哈 他就被關了 黃色笑話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你知道有一天喔 就是有一對情侶啊 他們就在做愛 然後那女生呢 就在幫這個男生服務這樣 男生就說 怎麼樣 我不大不大啊 然後那女生就說 好大好大 然後講完之後那女生 突然就把他的鼻子 這樣頂住那男生的雞雞這樣 那男生就說 你在幹嘛 然後女生就說 我說謊了 哈哈哈哈 鼻子變成這樣 對對對 他在學小木喔 黃色笑話大挑戰 好笑就給讚 這個是一個猜謎 幼稚園的小男生 跟幼稚園的小女生 猜一個成語 有沒有提示 沒有 好緊不長 哦 哦 哈哈哈哈 這個他解釋就變得有點變態了 再來啊 這個幼稚園的小女生 把他放在我後面會變什麼 放在你後面 別成語嗎 對對對 跟頸有關 頸上天花 不是 好你公開了 頸逼在後 最後一個最後一個 好 叫一個羅女 去爬雪山 你猜一個成語 不是這樣 逼上兩三 好像講太多的時候 看沒有誰找你了 哈哈哈 我跟你說 好緊 黃色笑話大挑戰 好像 你救給讚啊 有一群男生 他們呢 就是下面養 想去找這個妓女 舒服一下這樣子 他們去之後呢 發現 欸 妓女就真的這麼一個 妓女就問說 來 你們現在全部抱上幾公分 讓我來挑 第一個就說 哦 我16 我14 12 我8公分 哦 我6公分 這樣子 妓女就說 哎唷 那個6公分的最短 那我挑你 因為這樣最方便 最輕鬆 嗯 所以他們就繼續放在裡面 開始弄 忽然 這個妓女就跑出來很神奇的說 她是說 直徑6公分啊 好 我來我去 讚 讚 讚 黃色笑話大挑戰 又黃就給讚 有一天有一個女生啊 嗯 她就去這個肉包店 就跟老闆說 老闆 我要一個鮮肉包 老闆就說 那我鮮肉丟哦 你啊 你啊 這什麼啦 她說她鮮肉包啊 老闆就說 那我鮮肉丟哦 哈哈哈哈 我這樣有比較好處耶 因為你講過了 然後我忘記了 你再講一次 我好像是第一次 要重新 那個 我剛剛你那個不用再去找新的好日相 這個 就是 啊 小七的一病 明前四點五歲 又在找你更累 像開刀鐵花亂追 喝到不追 粉絲 好